好 主播畫面中可以看到 一名女子走進營樓內 東挑西選到底要買哪一個金飾 而且她買完一間還不夠 一個小時後又到另外一間營樓 繼續Shopping 一口氣刷了將近六萬元 但是這一張信用卡根本不是她的 先帶你聽一下警方的最新說法 根據了解這名嫌犯 在一間小兒科診所擔任護士 9月23號她在中和連城路 一間雜貨店外撿到信用卡之後 居然心聲貪孽 跑去營樓盜刷 施主收到刷卡消費通知 簡訊財經決被盜刷期的向警方報案 而這名嫌犯盜案後坦承犯行 還說盜刷完之後一直覺得很內疚 因此隔天就去營樓刷退了 但最後還是被依偽造文書罪嫌 韓宋新北市地檢署偵辦 以上現場為您掌握到最近消息 先把時間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